炎炎夏日里,游泳,吃西瓜,看电视本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 但是在这个游泳馆里,这三件事却组成了一个恐怖的事件 今天末尉就给大家带来一部烧脑悬疑短片《暑假》 凌乱的游泳馆里有一台破旧的电视 屏幕上放着一个女孩被疯子追杀的画面 这时,小帅慢慢醒了过来 晕晕糊糊的他看着一旁的章鱼有点发懵 小帅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却又不小心跌进了泳池 一番挣扎钻出水面,却发现泳池莫名出现了一群人 正在进行游泳比赛 小帅被其中一个人撞到,再次沉到了水底 又是电视里女孩正被追杀 小帅再次从泳池旁边起来 看见头上掉下来的章鱼一把将其抓了起来 随手就把章鱼扔进了泳池里 转身看到了一个球瓶和一个西瓜 口渴的小帅拿起球瓶就把西瓜砸开了 小帅一边大口吃着西瓜,一边看着那奇怪的电视节目 那就一个爽快 可是吃着吃着,发现嘴里不对 吐出来一看,怎么是个蟑螂 这恶心的小帅趴在泳池旁边就要吐 可泳池里突然出现一个披着黄衣的怪人 从水里伸出一把剪刀 就把小帅的刘海给薅下了一撮 这吓了小帅一机灵 回过神的小帅看见那个黄衣女 从泳池对面往她这走了过来 吓了小帅干金袍 哪是一不小心跑过了,来到了黄衣女的背后 黄衣女慢慢转过身来 好奇的小帅眯着眼睛 好像想看清这人的样貌 哪知对方突然冲到她的面前 吓了小帅脚下一滑 再次跌入了泳池中 泳池里那个被她扔下去的章鱼 这时也扑了过来 死死缠住小帅的脸 画面再次转到电视里 女孩被追杀的情景 这次女孩钻进了一个管道滑梯中 泳池旁的小帅这时也被猛然惊醒 她靠在墙边 想着自己这是怎么了 突然看到旁边的一瓶牛奶 感觉十分口渴的 她赶紧拿起瓶子猛喝 不一会儿就感觉肚子十分疼痛 她躺在地上 发现自己的肚子正在流血 一个女孩从她肚子里钻了出来 浑身血迹的女孩 慢慢爬到了泳池里 从水里钻出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女孩的脸 和电视里的那个被追杀的女孩 长得居然一模一样 短短的影片 留下了许多处的暗示和线索 你看懂了什么呢 赶紧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吧 木尾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 咱们下期再见